那很多的臭伯说了 为什么我养的花叶子会有干枯啊 胶边啊等等一系列不好啊 你给我拿几笔花讲讲 为什么 首先我跟大家说 一个是病害 病害呢就是大家熟知的 黑斑病啊 灰霉病啊 白粉病啊之类的 这些一般呢是真菌类的 大家也都知道 咱们人也会得一些皮肤病 你比如说银腺病 牛腥皮肩之类的是吧 很多的呢都是真菌引起的 这种是没办法 植物也会得 你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那些个绣球 虽然说现在已经光杆了 没叶子了 但是我们也要定期的 一个月左右 给它打一遍杀菌药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多的那种牙包 花包已经孕育好的那些个 长时间的我们这边棚里面 空气湿度很高啊 光照不足啊 它也会出现一些腐烂 这些是病害导致的 还有一种是虫害 你看我们今年遇到的 很多的麻烦是什么呢 我们这种叶子上面呢 会生技码 它会吃到这个新叶子里面的营养 包括机能退化 植物感觉这个叶子 老是给它输送营养 得不到一个反馈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叶子给脱落掉了 这种也是虫子祸活的它 这样你听得懂吧 所以说这种一般是虫害 这种很好观察 你这样掰下来去看 很细小的这些个东西呢 它会能看到一些个 虫子的活动中绩 明白了吗 所以说病虫呢 一般是不分家的 这个也比较好解决 老花一家有小黄一号和二号 比较便宜 能够治疗90%左右的一个问题了 有的话说我那个用了 你这个不管用 可能是其他的这种病虫害 比较顽强 有抗腰性了 你要换其他的就要 老花一也有 那就比较贵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自然的代谢 你像我们这个呢 这种的发黄 这个就是我们揪下来的叶子 这种一般是老叶子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对吧 臭宝 所以说呢 这种是指引很正常 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温度很低 会导致叶片的一个冻伤 你像我们给你们 拿几个热纸去看 你像臭宝 你一定要盖它 这个是个兰花 这个叫梦香兰 这个就是冻伤了 这是冻的 这是温度过低 一般冻的呢 大家很好区分 你看 这种就是冻烂了 化水了 这种是低温导致的 这种一旦冻了 就很难恢复过来了 这一盆 基本上是加货吸取了 明白了吗 还有一种高温 还有就代谢 这个也是代谢 这也属于代谢 一般是这种下面的黄 看到了吗 这个片黄 这个一摘就下来了 这个整体长得很好 这种是代谢黄 还有一种干旱啊 缺水啊 你像这种 这个 这个是个茉莉花 你像这种胶边 这个是我们之前 敲过水 明白了吗 其实呢 这种东西呢 你们如果说遇到了 我就简单的 给大家说了几个 如果说你们遇到了的话呢 不知道怎么辨别的时候 您可以拍个照片 联系我们家客服 我们家客服呢 会第一时间 给您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有的话 我可能要求比较高 他们给你们的答复 不够满意 这个呢 我们客服会转达给我 就会出现在美日一达 或者是单独的 列一期视频出来 给大家去解答 老花一会 一直不间断的 免费的在这个行业里面 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值得你点个关注的抽包 你的关注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条件的抽包 可以点点赞 分享分享 收场收场 做做收集 爱你摸摸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记得关注 白了抽包 还有 健康超级粉丝 嘿嘿